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牵头的科研团队近日确定 一年多前曾在广东导致大量猪死亡的流行性腹泻 罪魁祸首是一种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 这项研究表明人类需要积极的监控蝙蝠 及其他的野生动物中的病毒性感染 这些成果呢 今天在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 研究人员通过对病猪肠道样本的高通量测序 病毒分离和感染实验证实 该病源是一种来源于橘头符的新型冠状病毒 并将其命名为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 简称SARS冠状病毒 专家介绍该冠状病毒主要在肠道中传染 发病子猪的临床症状为严重急性腹泻 呕吐体重迅速下降 五日零以下的子猪死亡率高达90% 我们在当时发病的猪肠 对那些密切接触病株的工作人员抽血 进行了抗体检测 没有发现感染的迹象 所以我们判断它暂时不会感染人 专家介绍SARS冠状病毒 虽然目前不会感染人 但是其与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 有诸多相似性 其溯源研究也证实了 蝙蝠携带的某些冠状病毒 可跨种传播质加畜 并造成严重疾病 针对蝙蝠持续开展冠状病毒的监测 对于防控新发传染病 保障畜木业生产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病毒已经分离出来了 我们也自备了相应的抗体 疫苗很快的就能够针对这些病毒的蔓延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